作词 李宗盛 想不到要怎么问你别来无恙 世界乱得一塌糊涂可是能怎样 偶尔抬起头来还好有个月亮可笑 太多回忆要我怎么摆进心里香 一直没哭一直走路走回多少太阳 因为往事没有办法悬伤 隐形在那大街小巷 剪断了它还小长 我的嘴在说谎说得那么漂亮 说我早就忘了你像月一样的脚脸庞 最怕一边慢慢一边回想那就是光 剪不掉的是你带泪的脸 还真是烦 欢迎你来学习我们OU Music的 唯美流行音乐编曲教学系统 我们总共会拿两首歌曲当作编曲的示范教材 分别是陈玉逊的谁来剪月光 还有杨成岭的青春住了谁 两首歌曲的实作部分呢 我们会从前奏然后到主歌到副歌 一直到尖奏结束 至于尖奏后面从第二段主歌 第二段副歌一直到最后的结束 我们希望由你来完成 也算是一个编曲实作演练的最后一个小验收 当你跟着我们OU Music 把前面的前奏主歌一直到副歌然后尖奏都演练完毕 之后呢靠你自己把后面把它完成 当做出一首完整的歌曲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传到我们的官方的LINE帐号 或者是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但或者是我们的私密社团都可以 我会去帮你分析歌曲的编曲细节 还有配器的演奏方式 最后再请你将这些需要修改的部分做一些细微的更正 最后呢我们就一起将这首歌把它完成 但如果你愿意呢我们会帮你放在我们的这个粉丝团 还有官网上面 累积在我们这个优秀学员的这个作品机里头 OK好在学习威美流行音乐歌曲编曲之前呢 建议你已经对乐旅和弦编曲常优的一些配器伴奏 还有对Countedify的音色引擎的使用了解 我想以上这些我讲的这些能力你都已经具备的话 来学习这种特定曲风的编曲实战 是能很有效率又很快速的进行吸收 然后并且就能马上跟着做 我想如果你有关过我们OU Music的官网呢 我们有贴一张像这样的一个 从零开始成为音乐人的计划表 里面有我们学习的顺序表 好先将乐旅和弦学好再学好创作法 学好创作法之后呢 你就可以学习我们编曲软体 最后呢把编曲之后每一个配器都把它学起来 学起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学我们这个特定曲风的编曲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 唯美曲风流行音乐编曲实战 OK好那如果你已经具备以上的一些 专业能力与知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以下的课程啰 OK